好 再来关系景气差 国内三大的连锁美食店都扶约而同 推出了全民抗涨审核报的专案 它是以牛肉面店闻名的店家 原价89元的面饭 季节限定只卖69元 另外 鲁肉饭专卖店更推出了55元的低卡便当 另外 日式的丼饭也打出第二套85折 甚至加一元多一件的新噱头 让民众觉得降价有感 要刺激大家的消费 第二套85折 香喷喷的牛丼饭撒满青葱 还有一颗蛋 组合餐配上小菜和饮料 第二份打85折 剩了三四十元 怕吃不够 还有可乐饼 这是你点的可乐饼 29元 再加一元多一个 加一元多一份等于30元 可以吃到北海道来的两个可乐饼 拼抗涨有感降价 还打出早餐两个饭团 加上喝的只要39元 两个是不是就比较好是吧 一个人便宜就50几块 一个人便宜50几块 想吃牛肉面 还有这一家知名连锁牛肉面店 也打出船尾牛肉面 细粉 受洗猪肉饭和面 统统抗涨价69元 但这个直到11月30号 想省荷包的 还有这一个 连锁卤肉饭店 主打低卡轻食便当 推出炸鸡腿 排骨和牛丼饭 60元不到热量200卡上下 但仔细一瞧 一般80元便当 和55元低卡便当 只多了一条鱼 但主打轻食的便当 果然份量size都小了一号 有耶 觉得比较小 而且他们家的饭都很少 吃不饱啦 但是就是为了省钱啊 为了省钱 业者拼抗涨 推出铜板价格 就能省荷包 有感降价促销多 就看消费者 怎么吃最划算 终于新闻 下期见证 或说明台北 采访不到